感谢主 这周全新圣言 我们的来到第11周 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埃哥 捷径读经的第11周 题目是合乎神心的牧者 那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其实在上一周 我们就讲到是 应许预言 余处和恢复 所以说在那个情形里面 这样一个背景 就是这个以色列人 也就是我们说 这个里面讲的羊群 当时是一种被驱散的状态 但是感谢主 耶和华神就应许说 羊群中余生的 要归回自己的朝场 所以这就是这样一个背景 那归回朝场 我们知道羊群 它其实是需要一个牧人 所以耶和华又应许说 必要将合乎他心意的牧者 赐给我们 也就是赐给 这个以色列的群羊 那么这个耶和华 那我们就知道 这样一个合乎神心的牧者 是谁呢 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就是基督 他是唯一一个 符合神心意的这样一个牧者 那我们接下来 就在这一周的信息里 就看到说 不管是在新约 还是在旧约 其实都启示出 基督是这样一位 合乎神心意的牧者 那么这个信息 讲了很多方面 比如说就像我们刚才 唱的第一首诗歌 这个爱中牧养 那我们的主耶稣 实在是在爱中牧养我们 首先他是寻找我们 并且寻见我们 后来呢 那么在 我们也知道 他是我们的 好牧人 那好牧人 什么是什么呢 好牧人 是为我们舍命的牧人 他在约翰福音里 就讲 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 是为羊舍命的 所以我们知道 主耶稣为了我们呢 他实在是 舍弃了自己 魂的生命 舍弃了自己人的生命 乃是为了我们呢 能够得到 他这样神圣的生命 然后那主耶稣呢 其实在这里面呢 不仅如此 他还是我们 魂的牧人 那这个点呢 其实我是蛮摸着的 魂的牧人 我们知道 其实我们的魂是 分为 这个心事情感 意志三个方面 但是在现今 这样的情形里 我就觉得说 比如说我们 现在这样一个情形 有疫情 有这个 选举的不确定性 有这样各种各样的环境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的难处 我觉得都是在魂里面 就是我们可能 物质上呢 不是那么缺乏 但是这个魂里面 有的时候 就会觉得很搅扰啊 或者是 就决定的时候 很纠结啊 不知道 思考的时候 也很困乱 那这个时候 实在像我 我个人也是这样 有的时候 这个在家 办公啊 或者是学习 也经常会有 重要的情形 那每当这个时候 实在是需要 我们转向主 就是说 我们转向 一旦转向主的话呢 比如说 简单的祷告 或者是 简单的唱 一首歌 什么的 这个马上 我们的心思啊 就得着 这样一个主的引导 我们的感情呢 情感方面 也会更平静一些 那我们的意志呢 其实也是 就可以跟随主的带领 那主实在是 我们这样一个 牧人啊 他总是把我们 能引到 他生命的这一面 让我们去取用 他这样一个 生命的泉水 那 接下来呢 这篇的信息 还讲到一个点 就是主耶稣 他是我们的 这样一个牧人 但是后来 在他复活生天之后呢 实际上呢 他还有这样一个托付 他的托付是什么呢 他就是希望啊 这个 他这样一个牧人呢 能够得着地上 执事的这样一个配合 那就我们就很清楚的 看到其实在主耶稣 复活生天之前 他复活在地上 又停留了一小段时间 那这个时候 他就托付给彼得啊 他就明确的说是 你爱我吗 你如果爱我呢 就牧养我的羊 那就说了好几次 所以说实在看到 牧养是主耶稣的 一个托付和心愿 那 在心愿里面呢 我们其实就看到 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一个是彼得 还有一个就是保罗 那我们知道保罗 就是这个 在牧养这一方面 其实他是 非常的 是做了很多的啊 他走访各个照会啊 然后呢 包括他心愿写 那么多书信呢 其实都是这样 牧养的一个体现 所以保罗 他就是这里面讲到说 在公众面前 或者挨家挨户的 叫老男孩 那实在看到保罗 就是有一颗像 儒养的母亲 和劝勉的父亲 一样的心啊 那保罗这样的牧养呢 乃是因着什么呢 乃是因着他爱主 他爱主呢 他就领受了 这样一个托付 他就爱他的照会 也就愿意牧养 他的群羊 所以实在是 我求主祝福啊 让我们实在是 以这个 一方面被他牧养 那一方面我们也 能够成为 这样一个 可以牧养的人 成为一个像 保罗呀 彼得这样的人 那这样的牧养 就需要我们 实在是与基督是一 那就是感谢主 让他就是 祝福我们 把我们做成 这样一方人 好那我就先分享 这么多 大家这个 再多多分享 阿们 陈摩佐周二说到 基督做我们的牧人 照管我们 顾到我们一切的难处 担负我们一切的责任 就是做